从上次投诉完到现在 好不容易过了年 过了15以后 气温急转直下 一日千里 我又给投诉了 在中午 放到地面上的温度 20.4 这还地热呢 这好不容易让大家过了个好年 过年的时候 我这家里245度 是个舒适的温度 然后过了初七初八 这温度开始断崖式下跌 咔嚓一下下降 45度 现在已经接近20.3了 马上就要跌破20了 就不达标了 我们这小区邻居说 他们家都17度 所有人都在投诉 投诉有啥用 投诉的结果说是锅炉坏了 锅炉坏了 你快点修 真是在哈尔滨 供暖问题 真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每年都在说 每年都在说 说完了就看天少 我真的是无语了 有可能我这个视频又不被推荐了 我这个人就不属于那种喜欢八卦的人 前一阵我有几个视频 就跟疫情有关什么的 就说我这是新闻话题 给我直接下架了 或者是限流了 但是我说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但我这个不是新闻 能不能不让我们在这个还没暖和的季节就挨动 行 等结果吧 我现在在这家里已经待不了了 我这现在穿着羽绒服都不暖和 这手现在又动这样了 手动的 手脚都冰凉 赶紧回我妈那去暖和暖和 不知道她那多少度 是不是也看天少 外边只要是这个温度升了 你这个温度咔嚓一下就降了 然后这两天又降温了 降温了以后 她这个供暖温度不给你上调 后边我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去年年底 哈尔滨冰城问证 就关于哈尔滨这个供暖问题 有一位观察员真的是为老百姓仗义直言 真的如果要是多一些这样的人 供暖企业能采纳大家的意见 听听老百姓的心声那样多好 真的难矮呀 我妈这的温度是23度 跟我那差3度 这也是不好好烧了 前一阵也25度 如果我在这待着还暖和点 再这么两天 太冷了 昨天前一天了 你们学里面也开发 有的17度 我这还行呢 之前那个戴眼镜那小伙子 来到管底里面 滤网什么都清了 都整好了 就不是硬件问题 也就是温度不够 那个墙呢 打的它楼上楼下 上面呢 上面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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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嗯 嗯 我看这个 它夹了 你还放窗台上 这不这就得十六七度了 那半长太冷了 就是没好像熟 你就往上反映一下 往上反映一下 是不是 正常 以往送过来的都得到八九十度 嗯 前两天都送到六十来度 那能热吗 那我们二网再换热 那换人家再好 它也换不出来热呀 还是董场那边的问题 对 它那边送过来的温度就低 我们换热 你再好它也换不出来 看天手 这外边上温了 咔嚓一下就给你降了 可明显了 完了过一天 马上就降温了 下雪了 哎 这温度还不上来 对呀 今年给骂成这样 丁城问证 给骂成这样了 还这样呢 丁城问证人 那说的多狠呢 那人 是观察员 我以为是哪个领导呢 当初 进水了 咋不出来呢 耳朵咋不出来呢 我这啵口还的 Господ 竟然将来 好 哪儿呢 现在这回就是 保证 对 十几年的时间 年年这个时候 我们做供暖问题的专场 年年问题一大堆 投诉问题一大堆 甚至不客气地讲 周知处长没做供暖办主任的时候 问题就是这么多 所以说孟律师你说的是 什么叫 你做旅饭 现在我看明年还会是这样 我对这问题不抱乐观态度 你要这么说那就得换个词 叫旅教不改了 旅教不改 旅教旅饭 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 是不是有向我们组织部门提个申请 冰神问证可不可以 每年冬天每期的冰神问证节目 前半个小时都做供暖 我们都把哈尔平市供暖领导都递落到这里来 有没有这个必要 问题一大堆 投诉一大堆 年年这样 年年解决不了 问题究竟在哪 包括我们供暖办的 各位 各区的供暖办都在这吧 你们每年拿13个月的工资 每年年底还有几万块钱的奖金 让你们管半年的事情管成这个样子 要我说 哈尔平市供暖的问题 十几年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 大家都有责任 第一责任人 是哈尔平市的行业主管部门 供暖公司 偷工减料 人为的 弄一些假冒的东西 像孟律师说的 凉起胆去了 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到底 包括各个区的供暖办 电话24小时没人接听 根本到底归到底 是我们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 这是第一责任人 虽然企业有问题 但是你是行业主管部门 我们在这里 首先对哈尔平市的供暖主管部门 连年来的供暖投诉问题居高不下 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 提出严厉批评 这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拿了13个月的工资 拿了几万块钱的奖金 把事情办到这个样子 这就是哈尔平行业主管部门 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民心工程的 管理水平 管理能力 管理质量 刚才你们的主管领导叫什么 叫张雪春局长 明确的说了 这是民心的什么 叫保障民生 什么暖屋子工程 什么东宾夏至 我记住这几个词 那么现在我就问问 哈尔平市的行业主管部门 夏天闲着那六个多月 干啥去了 比如说 老百姓家里罚门的 过滤网问题 那么好解决 比如说 老百姓的交费问题 老百姓给你送钱 都会弄成这个样子 想啥呢 第二 哈尔平市目前屋子不暖 无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 烧得不好 热量不够 进水管温度不够 不要找任何原因 第二 老百姓的房子保温不好 但是据我了解 目前哈尔平市 大多数的房子 超过一半 都是最近十年建的 都是什么 都是加了节温 保温本版的 而且都是好质量的塑钢窗 老旧的房子 已经哈尔平进行了 大规模三四年的 老旧城区改造 已经进行了 外加保温版 改造塑钢窗 应该说老百姓房子 像过去那样 跑冒低漏的 屋子里有冷桥的 几乎很少 而我们现在偏能看到 老百姓的那墙壁 一看那个房子 都是最近十年的房子 它的门 它的窗 它的冷山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老百姓的屋子 不到15度 不到18度 不到20度 核心的问题 就是供热单位 给水温度不够 流量不够 入水管的温度不够 没有任何原因 而且个别的基层工作人员 拿着 自己动了手脚的温度计 这样的人就是丧尽天良 第三 我们哈尔滨是这么大个城市 有长达半年的供暖 因为电力的问题 因对水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 偶尔有情况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十多年来 从由我们这个节目开始 我们的供暖的投诉 每年在市长热线 都是高居榜首 每次做节目 冰城问证的投诉量 供暖问题 都是高居榜首 还有一个是物业管理问题 我们在这里 向张雪村局长喊话 哈尔滨老百姓投诉的前两名 都是住建局的 我们希望住建局的领导 能到冰城问证来做的课 听听老百姓的呼声 我最后还要说 你们各位包烧企业 能不能有点长远眼光 我讲一个例子 钟南山院士说 新冠病毒 它很聪明 它不断地在变异 它变异的最大特点 是毒性在降低 什么意思呢 新冠病毒都知道 如果我致死率太高 把感染病毒的人都毒死了 我就没办法传播 最后我病毒就不能生存 如果我新冠病毒 逐渐地弱化 那就是说我和我的宿主 什么 人类的口腔呼吸道 就能够长期共存 也就是说 病毒都知道 要和它的寄存方 长期共存 你们共设企业 你们每个瓶 你收了四十多块钱 闲半年干半年 如果你们不好好烧 把老百姓都冻跑 最后老百姓都不在 哈尔滨过冬天 你上哪收费去 你共团企业不就黄了吗 你们的智力 连新冠疫情病毒都不如吗 所以说别看眼前利益 别因为今天冬天 没涨了超过一千块钱一吨 就偷工减料 就丧尽天良 要有个长远眼光 老百姓在哈尔滨冬天居住 才能交包烧费 老百姓交了包烧费 你共团企业才能活下去 你才能作为公益事业 活下去 而且亏损的时候 国家是有补贴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真的希望 明年 再做冰城问证的时候 我在这里再跟 总书长提一句要求 刚才孟律师说了 明年再做冰城问证的时候 各个共团企业 能不能让他们老板来 我们想见见老板 第二 各区的住建部门的主管领导 能不能来 哈尔滨市住建局的领导 能不能来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 也算我们冰城问证 就这个问题 上次再见 谢谢您 哎呀 我离嘛呀